Stop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話想要來做一個 2020年的小總結 對 簡單的一個總結 因為近期真的有點太忙了 今年這個2020 真的是很難受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受的一年 相信大家都很不容易今年 那今年的話對我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幸運 我真的沒有想到 人生會發展得這麼快就在今年 從年初就今年疫情剛發生的時候 我就那時候宰在家裡嘛 那開始經營我自己的頻道這樣 那那時候全網全網的粉絲加起來 真的一萬都不到 然後現在全部加起來的話 應該也有個十二十三萬左右了 現在的粉絲這樣 非常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大家願意關注我這樣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動 從一開始在經營頻道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獲得 這麼這麼多的粉絲 就想都不敢想 那時候一開始在經營的時候 就只是想說 把一些自己的攝影技巧啊 分享在網路上啊 那就以很那種苟且的那種 反正有人關注就關注 但沒想到流量會這麼好 然後到現在可以獲得 這麼這麼多的機會 這麼多的拍攝機會啊 或是一些額外的收入啊這樣 所以其實今年對我來說 是真的蠻幸運的 從一位攝影師現在走向自媒體 但是平時的話還是有一些商業拍攝 在持續的拍攝 那今年對我來說 第二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結婚了 對那這篇結婚視頻的話 求婚視頻一直置頂在我的那個 小紅書上面這樣 然後也收到大家很多的祝福 非常非常感謝 那在結婚之後呢 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今年對我來說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女兒出生了 時間過了真的是飛快 真的飛快 我根本沒有想像到你知道嗎 就感覺自己都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我現在都很認真的在學習去 如何給孩子有更多的教育 或是如何去成為一個更好的爸爸 那如何更好的去照顧安娜 還有我的孩子這樣 去盡可能的更努力給我自己的家庭 更好的空間更好的未來這樣 原本 原本2021的目標是成立公司 然後開始去接一些商拍之類的 但是今年年底 我好像有了新目標 對 公司可能會暫緩 因為女兒出生了嘛 那我現在可能會更多的心思 去放在她的未來教育啊 那我要如何 Be a good daddy 然後或是我跟安娜有討論 要經營我們Baby自己的一個小頻道 去記錄她的人生之類的 這樣 對 要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現階段的話 其實拍攝還是沒有停 那近期的話 也有跟其他博主合作了其他的頻道 那要一起去經營啊 那我負責去後期拍攝剪輯之類的 這樣 去製作一些更 棒的頻道 這樣 今年對我來說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不錯 上天沒有給我很大的重擊啊之類的 今年非常非常平安 而且我的人生也這樣一步一步的 再慢慢往上爬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運 希望希望各位 明年 今年真的難 但是不要緊 大家大大氣 給自己加個有 2021年 我們再繼續努力 那再來跟大家說一下我2021年 可能會拍攝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更多的話我會去分享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家庭啊 我跟安娜或是我們一家三口這樣 更多的是在於生活上 但是不用擔心我還是會繼續更新我的一些攝影教程 那我現在的話是有計劃去每一個禮拜從最基礎的 我希望我的頻道可以系統化的去教大家 那攝影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基礎很基礎的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嫌棄啊 因為我到現在發現還是非常非常多人 都是在基礎上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就先從最簡單的 我們一直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大家一起進步 那我也希望我的頻道可以去幫助到每一個人 讓每一位對攝影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很輕鬆的去接觸到攝影 不會說上面有很多技術啊 然後卻步 然後避而不前之類的這樣 那其實攝影真的沒有這麼難 慢慢的練習慢慢的玩就會了 對那我用盡可能系統化的去來 教導大家給大家更多的方向 那在最後的話 感謝大家從年初一直支持我一直到現在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都還在 有你們才有我 我明年會繼續更努力去更新大家喜歡的東西 大家想看的東西 盡可能去提高我視頻的資料 給大家分享更好的東西 那今天的話只是做一個小小小小的總結 因為近期真的太忙了 沒有時間再做更多的拍攝這樣 那如果大家期待未來的視頻 教學視頻的話 記得點下關注 收藏點讚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